你好 禮拜一晚 我們如期會正常 除非有特別的差錯 不然我們都可以做到生同感受 今天我們會講一些比較靈性的角度 我們等聽眾朋友進來 沒錯 禮拜一晚的確是有節目的 上個禮拜的節目我們會做一個重溫 明天或後日會出現 嗨 Devin, 你好嗎? 現在我知道在太子方面有些情況 大家密切關注 看看情況如何 隨時更新我 Hello Jaclyn, Hello Jo 我現在在分享不同的生同感受 我們還有一個項目 就是Wellness Wonderland 就是小店舖的名字 為何會這樣分發呢? 讓我解釋一下 因為其實就是生同感受 主要是應該圍繞著生同的東西 節目就是 我們本身有生物也要分的 就是說有生同感受 另外再分有能量場外 但是我們不會處理收音的問題 所以就要找懂得收音的朋友 幫我們解釋一下收音 我才可以再跟啫喱寶甸 再做回節目一起做的 我們現在呢 我們今天會說什麼呢? 其實我今天是想說寧極限的 因為之前有聽眾問過我關於這件事 就是寧極限是怎麼回事呢? 我今天就會快說 好嗎? 寧極限這件事呢 現在很多人在說的 就是有一本書的 甚至大家可以去買的 英文就叫做Zero Limits 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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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就叫做寧極限 現在很流行的 很多人都在討論這本書 在說這件事 It seems too good to be true 很簡單 有什麼理由 原來就這樣說那四句話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thank you, I love you 這四句話還沒有一個 specific sequence 就是你喜歡 你喜歡 你喜歡怎麼說 都可以 但是有人說到 確有其效 好像很厲害 為什麼四句話能夠有這麼好的效果 其實這句話 為什麼會突然爆出來揚威國際呢? 就是跟他這四句話的提倡人 Dr. Hugh Lan有關的 Dr. Hugh Lan 他本身是一個精神科醫生 是一個博士 他接本了夏威夷的國立醫院 他接本那個是精神病的流程 裡面的病人就規矩管 大家留意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他上班就躲在自己的房間裡 然後就什麼都不做 然後到下班的時候 他就走出來 然後就下班走了 中間大家的過程都看不到他做什麼 就是他有沒有說 走去巡訪 有沒有去見患者 幫他們做療程 開藥給他們 但是慢慢 你看到那些人開始痊癒了 而我們說的精神病人 不是一般 可能說 有多過一把聲音 或者說是精神分裂 或者是有抑鬱症 或者是躁鬱症 而是 很奇怪 他們是有比較嚴重的毛病 例如他們是殺人犯 連環強姦犯 中火犯 他們很多是unfit for trial unfit to sit for trial 他沒有辦法走去上庭 因為他們的精神狀態 不足以能夠可以在庭上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 唯有繼續接受醫療 醫治 然後就說 奇怪了 他要說 為什麼醫治醫療治療程 那些病人 莫名其妙 他們開始痊癒 就是他們開始 是 由以前的醫護人員 不敢上班 覺得會被他的病人攻擊 因為他們經常說 他們大部分時間 他們是單獨仇禁的 那些精神病人 是單獨仇禁的 可能一天會運氣 20個小時 23個小時 然後放出來1至4個小時 但一放出來他們就會攻擊人 所以醫護人員或姑娘他們就很不想 很不想上班和很多人辭職不做 因為發覺那些病人一放出來 就可能會在後面攻擊他們 找一些索帶索頸 或者在後面攻擊他們 所以醫護人員害怕 辭職 不想做 不想上班 我們就出現一個很嚴重的流失率很高的問題 人們做不長 人們離開 整個氣氛很差 這個夏威夷國立醫院的精神病流程的氣氛很差 自從修蘭博士接受了之後 他很莫名其妙地每天躲在自己的房間裡 不停地在做什麼 他又不改病人的藥單 有沒有見到 跟他做訓練 什麼都沒有 但莫名其妙是 人們開始很煩 他們留意多奇怪的現象就是 人們開始吃藥食的越來越少 而且開始清醒過來 奇怪到社工人開始問 到底發生什麼事 醫護人員也是 開始不怕上班 開始正常上班 流失率大大降低 今後來有些人真的問 Dr. Hewland 做什麼 他就說 沒什麼 I just stay in my room and cleanse them 他就說 沒有 我就在房間裡幫我們進行清理 沒有人知道他在清理什麼 老實說 如果這位修蘭博士在香港的話 可能醫生的牌照也會出問題 或者某些比較保守的國家 但在夏威夷也可以 那些人問他做什麼 包括一些社工人問他 他照樣說 沒有 我就是 我可以怎樣清理他們的 profile 就是每個每個病人拿著他們的東西 你當這份是他們的profile 拿著不停清理 他的全日上班就是做這件事 那些人就開始問他 那你怎樣清理? Can we help you? 他就說 Oh I do the 4 sentences 就是4句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Thank you, I love you 我現在拔給你們看 就是這些 這些我自己找人印的 周圍貼,周圍貼 我自己去上修蘭博士的訓練 當然我們發現了 原來不只4句這麼簡單 原來有一個很複雜的process 這件事不是自己 out of nowhere去發明的 她是一個師傅 一個女的療療師 叫做Morna 不記得Morna Morna 現在已經不在世間 已經離開了 就是用這個 古夏威夷的療癒方法 就是Hopono Pono 就是這四句說話 這四句記住 是一個distilled version 就是蒸漏了所得的濃縮版本 但實際上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實際上 它有一個十二個step的process 這十二個step 其實就是 將你人生裡面 簡單來說 就是遇過的人事物 進行一個大的清理 這一個 當然如果 你入現代科學的角度 你未必解釋到 Hi Hillary Hello Hi Hillary 和其他進來的職種朋友 但是 如果你想一想 為什麼 這件事有機會 我用幾個角度 跟大家分析 就是 你想想我們講DNA 其實DNA 是你的genetic memory 你的遺傳學的記憶 就是你家族的遺傳記憶 它會一代一代一代傳下來 比如以前 你見到中國道家 他會跟你說 你的祖先怎樣怎樣怎樣 或者佛教也是 你祖先未得超拔 所以你現在就遇到很多問題 你可能覺得很荒謬 神經病 但原來我們發覺 我們的身體果然是有個溝通途徑 即我們的阿爺阿媽 太公太婆 即是一直along the line 它是有一個genetic memory 是可以pass down 去到我們 好了 當然你說那個角度 跟我們講佛教 道教 覺得你有些祖先 不得安寧的角度不同 但 somehow there is a connection 我想說的就是 不論它是一個genetic 在基因學上面的遺傳的記憶 還是它一個靈性角度 覺得他們因為有事未解決 所以影響到你也好 你見到有一個establish 有一個connection 就是你的祖先跟你有一個關係 有一個樞紐 並不是說祖先過了生 他離開了這個身體 離開了這個世間 他跟你就已經斷離了 正如我會有一個大的tenancy 是有這個 即是怎麼說 心血管疾病 因為我爸爸 我爸爸那邊的家族 是有這個病的 而我媽媽那邊是有cancer的 所以我genetic 遺傳學上面 我是有很大的tenancy 你看看這件事 如我所說 所有的genetic 即是遺傳學 其實就是 細胞記憶 遺傳 血脈裡面的記憶 而修蘭博士在靈極限裡面 他就說了 其實我們人生裡面 所見到感受到的一切 其實是我們的記憶 但他這裡其實說的 不是說特別的詳細 他沒有說那個記憶從哪裡來 例如說那個記憶 是我自己製造的記憶 還是從哪裡來的呢 那個記憶 其實 如果你用佛家的角度 就是那個記憶其實是橫跨 你的身體驅學的變化 即是說我這一生 我是一個女生 我是一個人的身體 但原來我之前 和我之後的身體 可以不同 可以有一個變幻 但因為我的心性相逐 這是佛家的詞 就是我的記憶 是可以 橫跨不同的媒介 不同的區殼 一脈雙城的傳遞到下來 我做過什麼 你撇開我的價值觀 即是 可能現在警察覺得 他打這些示威者是可以的 這是他的價值判斷的問題 OK 但是 他有沒有做過這件事 他自己知道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其實你的佛家所說的 阿拿耶式 即你的第六式 它是一個 Hardless 它一直存在記憶 你做了什麼 你有沒有做 你騙到全世界 但你騙不到自己 你有沒有做過這件事 你那一刻 你可以覺得 他搞事 我當然是打他 那幫暴徒 但你之後 你的價值觀 可能會有不同 OK 例如我們十幾歲的時候 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覺得很帥 但現在看起來 覺得很數目指 OK 所以其實 那件事 它是一個 neutral 它是一個記憶 OK 而 修蘭博士的說法 就是說 你現在生命裡面 所以你想看到 感受到 包括身體上的毛病 它是一個記憶 你想想 譬如 你有糖尿病 因為你媽媽有糖尿病 你婆婆有糖尿病 這是一個遺傳記憶 是遺傳 在一個血脈裡面 家族裡面的記憶 為什麼在你那裡有 但在你的同事那裡就沒有 因為是你的家族的傳承 share這個血脈的人才有這個記憶 明白嗎 現在你看看修蘭博士的寧極限 其實它在說清理記憶 OK 佛家所說的 慘悔業障 拜慘 其實都是在說清理記憶 但你看看佛家 不論是 大悲慘 藥師慘 梁皇寶慘 地藏慘 或者是 35佛慘 88佛慘 金剛薩多 百字明 長咒短咒 etc the list could go on 其實它在說的 參悔 如果你真的 boiled down to the absolute distilled version 其實就是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為何靈極限 我會用得多呢 今時今日 是因為它沒有一個宗教的 context 小朋友有了什麼 你們在找什麼 沒有一個宗教的 context 那是什麼意思 它沒有一個宗教的框架 所以你套進任何道道都可以 不論它是 伊斯蘭教 還是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那四句話 什麼宗教都可以說的 對不起 請原諒我 我愛你 多謝你 你想想 你一部很厚的梁皇寶慘 拜到你頭都暈了 一個是88佛慘 還是你收 好像密宗 入門收四家行 要收十萬次 或者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千 的金剛薩多白志明 其實都是在說 I'm sorry 你明白嗎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Michael Lamb剛剛說 道家助亡應該差不多 Exactly 就是你帶來這個世界 你進入一個驅學的時候 你帶有的那個記憶 不論是physically 的遺傳記憶 就是遺傳學 DNA 你有沒有想過 你身體的細胞 其實是裝著 你爺爺馬太公太馬那些病 那你可能覺得 關我什麼事 你們有什麼病 關我什麼事 為什麼要倒到我那裏呢 So sorry 因為你是他們的子孫 所以你就會有這個病 但是它不是fixed 佛家所說的就是 定業是難改 但是不是不能改 難改非不能改 再說一次 難改非不能改 所以才會有一句 叫做滅定業真言 真言就是咒 當然我現在這個版本 我告訴你 我用佛家的角度套下去 在靈極限裡告訴你 正如夜交文明裡面 認為人有原罪一樣 原罪是一個記憶 但是是不是 無法得到射面呢 不是的 主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 祂的犧牲就是幫我們洗淨 所以 在靈極限的角度就是說 其實 你現在所感受到的世界 都是你的記憶 的重播 replaying of 你的記憶 但 他沒有說你的記憶 是從何以來的 OK OK It's a collective collective 就是這個大世界大環境裡面 所有人的集體記憶 OK It could be that OK 或者 It could be 你的家族下來的那個家族記憶 或 It could be你個人的記憶 那如果再用佛教的角度 就是你的共業 OK 譬如整個香港都要對著林鄭 那就是共業 我們整個香港都要面對著 八三一框架是共業 我們要面對著 樓價很貴 OK 百物騰飛的東西很貴 那這個都是共業 但是共業之中還有什麼 還有別業 什麼叫別業 就是 OK 就是說 大家都在舊隧道塞車 我經常用這個比喻 但是有人坐巴士 有人坐私家車 有人拍拖拖著手塞車 他不介意 但是有人他肚痛 他很需要馬上下車 OK 明白嗎 所以就是你有一個大環境 大氣候的影響 同時你有你個人的 譬如你說現在中美貿易展 哇 是呀 升風學累很多人很慘 但是你不要管 有人沽了旗子 或者有人是 生意的不受影響 例如 I don't know 醫護界 如果是私人執業的醫生 沒什麼影響 是吧 好了 可能這樣說 殯儀業 沒什麼影響 車子業 每一樣叫車子業 車子的生意 譬如珠寶 中標 名貴的牌子 大牌子 那些會受影響 所以記住永遠都有 共業和別業 這件事 而 都是那句 你可以選擇 你自己的宗教取態 OK 你是 我喜歡念大悲慘 因為我喜歡觀音 可以 或者你說 我喜歡藥師佛 我要念藥師慘 我喜歡念梁皇寶 因為我喜歡 那個故事 OK 沒問題 但是 你再看一看 其實它 它 這個 這個 就是 I'm sorry 你向著 你曾經 對不住的 各種生命體 OK 你跟它說 對不起 I'm sorry 我對你不住 Please forgive me 求你原諒我 OK 那這個就是佛家 不論什麼慘都好 去到最後 其實就是這兩句說話 所以為什麼寧極限 我有些朋友 例如布丁 他沒有心機看下去 他覺得 又是個生腹皮 但是 我看我能夠聯繫到的 因為 就是 佛家所說的 當然你可以 你喜歡念不念 很長 很春長 但你只管念 水時是這麼長 沒問題的 但是 如果你可以不斷地 重複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I'm sorry OK 這個可以是你身體上的 一個腫瘤 OK 你覺得你對不起你的身體 所以他存在 因為我以前亂吃東西 我不懂得照顧自己 我不愛惜自己的身體 所以你身體現在生氣你了 那你就不斷地跟他說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OK 那你除了求我原諒你之外 那我愛你 I love you Thank you 多謝你一直以來 照顧著我 承托著我 陪我去做我想做的事 你問我 其實如果想我 我聲音治療的人會知道的 我經常會用這句話 我用這四句話 開頭 結尾 或者其他 Morna女士 就是Dr.Huelan的師傅 其他的 祈禱文 OK 沒有宗教意味的 但是講平靜的 講光明的 祈禱文 我有用很多 OK 那你想想 如果你在講 一個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的人 未發明到DNA之前 他未必相信 原來你的細胞 是承在著你祖先的身體的記憶 遺傳到你身上 有遺傳學這件事情 現在就知道有 OK 原來 我們的這個記憶 在細胞層面 能夠承在著我們的祖先的時候 為什麼不可能承在著 更久以前的記憶 OK 所以就是 Dr.Huelan 接管了這個 夏威夷國立精神病的流程 之後 他一直每天 就是拿著他們的標誌 不斷地 cleanse 幫我們做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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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化 他說不知道他個人 包括他家族 一路淨化淨化到 人們不要理會就好了 OK 對了 Sophie的問題 但仍然有人覺得政治與她無關 那是否因為他們 不在這場共業裏面 不是 Sophie 其實她也是在一個共業裏面 為什麼說她在一個共業裏面 其實 今時今日地球上 不知多少億人 大家都會分享同樣的共業 但是如果你是 在一個富裕家庭中出生 和你在江國最窮的地方 的部落裡面出生 當然你的世界會很不同 而你的世界之所以的不同 是因為你的別業 你個人的業力 投放出來的世界不同 為什麼 沙蘭博士說 We are responsible 我們有責任 面對著現在香港的亂局 我們有責任 對於這個世界現在 我們有責任 是因為 如果你沒有責任 代表你沒有能力去改變 你絕對有能力去改變 你去投票 你豈不是有能力去改變 對吧 我投票了之後 他DQ我的候選人 或者是我的競選隊長 我投的那個人 他DQ了他 我知道 這些事情可能會發生 但是如果你沒有走出一步 你沒有登記做選民 你沒有投票的話 那你就沒有為將來的香港 負責任 今時今日香港搞到這樣 我不斷問自己 我可以怎樣負責任 就是 因為我政治覺醒得太前 我不是18歲的時候 就像現在的黃之鋒一樣 或者是其他 現在在街頭上 做抗爭的年輕人 我政治覺醒來得非常之前 因為以前 港英政府的無謂而治 做得非常之好 OK 自大國如攀小鮮 他根本不讓你覺得 你有需要政治覺醒 因為大家都可以很安逸 用心賺錢 顧好自己 是當你溫水煮蛙 每個人的皮膚的靈敏度不同 有些人早點醒 有些人早點醒 但我們不要怪遲醒的人 因為畢竟他也有醒 而現在未醒的那群人 其實他遲早有一天都會醒 正如佛家的說法就是 所有人 所有眾生 不只是人 最終都會成佛的 包括林鄭 包括盧偉聰 包括現在那群黑警 你問我 其實最大慈悲的大收行人 就是他們會替現在這群的 林鄭也好 這群警察也好 這群白衣人也好 是為他們掉眼淚 為他們覺得難過 為甚麼 因為他不知道 他不明白 因果的恐怖 所以他今時今日會淪為政權的打手 他不知道他將來要付出多沉重的代價 而你想回頭 就是他將來受報應的時候 他不想起 他不會知道自己因為今天做過這些事 將來我們遇到他 他很慘很慘很慘 我們可能會同誠他 但我們不知道原來是因為他今天這樣 無差別攻擊 以及為了一己的私利 把整個香港攬炒 他看不到 所以你問我 你是否一定不知道 未必 如果你自己打坐 去到一個程度 你是可以消除了我們所謂的胎像 這個佛家說法 你是會記到之前七世所發生的事 正如你驗DNA 你能夠驗到你和我的DNA之不同 但是明不明白 其實我們和海綿的DNA都很接近 我們和珠珠羊羊的DNA都很接近 但是原來就是有少少的分別 就已經做到我們的不同 所以其實如果用佛家的說法 大家會知道 其實我們身體的毛病 因為四大 即地水火風不調 引起疾病 是很少的 如果不是怎麼解釋到 為什麼人們吃藥都還沒康復 開藥都還是病 OK 在佛家的角度 其實 因果業障病 和冤親債主病 才是真是拿你命 和真是 一直是大病延連 和一路會纏繞著美大不調 不是地水火風失調 地水火風是很少的 譬如我今天走了二萬多步 今晚我回家我的腳很冤 我睡一覺 我翌日可能腳還是冤痛 因為有乳酸 OK 好了 但是 這個是我休息夠 我按摩 我用筋膜槍打 就完成了 OK 浸熱水也可以 用Epsom salt 浸熱水肉也可以 按摩都可以解決 但是你怎麼解釋 你冤親債主病 和你因果業障病 OK 我自己講個個人例子 我爸爸過世之前 因為我爸爸不懂中文 他是英文人 是外國人 所以不要再問我是否中國人 這些問題真的不用問真心 我是找了英文版的地藏經 給我爸爸唸的 因為我爸爸全身上下都有病 那時候就是 我還有一個佛教徒 我當然認為這個是和冤親債主有關 我就找了英文版的地藏經 給我爸爸唸 我爸爸是真的很乖的 一路有揭他一路有念 一到他後期入院的時候 我去到他家 我找到那一疊的英文地藏經 A4印刷出來 你見到那些角色是霉了 和黃色的 他真的為了我 你說他自己信不信一回事 但是他為了我他有念 OK 好了 那時候我還沒知道有修蘭博士 我還沒想學PonoPono的訓練 我的訓練是針對健康的 我不知道有那十二步的項目 那十二步的項目 其中有一個項目就是 如果你自己沒有要到小朋友 比如女性曾經懷孕 你是人工流產 就是躲胎 還是因為身體沒有辦法 身體沒有辦法 承受到 孩子沒有來 或者你媽媽 你的祖先 有人沒有要到小朋友 或者有孩子來不了 或者醫院裡面的醫護人員的失職 令到孩子來不了 或者是直接間接造成他來不了 包括人工的流產 即是躲胎益 或是照顧得不好 而他來不了也好 全部都會做個cleanse 十二步的process 是一個很深層的cleanse 是cleanse在什麼地步呢 基本上我跟那些客人說 我就是說 你醫生人所遇過的人事物 人名 你直接由有血緣開始寫 即是爸爸媽媽 兄弟姊妹 爺爺 爺爺 婆婆 親戚 包括姨媽 姑爹 兒生 侄女 等等等 都寫完 有俗譜 Caban 當然要拍人本 接着會開始 最近沒有血緣的 例如太太 先生 寫到你能夠記到的所有人名字都寫了 寫完了 我會給你一份文件填寫的名字 包括一些事情發生過的 如果你來做我的討論你會知道 我會問你醫生人發生過的大事件 寫完下去 我可以幫你治療 幫你做個淨化 那我正化完 醫生人跟我有關的人事物 譬如我正化了我和我媽媽這樣算 那是否我翌日和我媽媽不再有關係 不是 只不過你做了你的常還 你明白嗎 我還了我拖欠的部分 我對我媽媽沒有禮貌 我對我媽媽不孝 我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常還了 你做好自己的部分 你將這一部分 你對媽媽不好的記憶 彌補了 填平了之後 你會留意到 事情就開始變化了 因為修蘭博士的角度 即她師傅Morna女士的角度 和佛家的角度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世界 你所感受到 見到的一切 其實是你自己的投射 OK 為何你出生的時間 那個八字會影響到你一生 你出生的星盤可以影響到你一生 OK 那個是你帶來這一生世的Memory OK 那你要cleanse的兒子的Memory 當你cleanse 即是淨化到一個程度 就會變成這個星盤 或者你這個八字 其實對你來說已經無法起床 OK 因為你已經淨化得很乾淨 當你的人生 你想要很多好的東西來臨 比如想要美好的恩怨 你想要錢 你想要成功 你想要種族的幸福快樂 你首先要騰出什麼 空間 即是如果我的衣櫃已經爆了 OK 我怎樣買新衣服 我是不是要清空了我的衣櫃 OK 將我的program 我的Memory裡面 不好的部分清乾淨了 我才可以帶進來更好的美滿與幸福 所以其實你見道家有還壽生前 我想我兩年前的節目 甚至不只兩年前 如是我問 最早期 我有說過 還壽生前 因為是道家的角度 OK 還有償還給冤生債主 道家角度 佛教也有的 道家簡單一點 就是你找個道長幫你念經 燒金銀給他就還了 佛家就比較複雜 你可能自己也要念經 你做很多事情 OK 好了 但是 我說 靈極限的說法 做法就是 他將你人生 這一世遇到所有的人 事物 做一個大規模的淨化 淨化了之後 你將你對他不好的地方 你已經道歉了 補償了 你會留意到外在的世界就會開始變了 這個人事物包括你自己的身體 你對他這麼多年來的 abuse 你對他的不好 OK 都可以淨化了 整件事都會變得不同 這個是針對冤親債主 和因果業障 所以為什麼靈極限很powerful 就是因為 他同時針對這兩件事 如果你只是針對冤親債主 那就是做煞滿的抽取 譬如 佛家我們會知道 我們身體上有冤親債主 負在我們的身體上 OK 那我們怎樣 你走 乖 那就是抽牠出來 那這個 現在就是交給啫喱布甸做的 還有啫喱布甸 現在大部分時間都在小店 OK 再說一次 如果大家不知道 就是在銅鑼灣 白德新街 51-56號 唐0-1A 我們開中午12點 晚上9點 大家可以儘管來 持續性騷擾 或者這部電影 它非常有耐性 所以會解答大家的問題 包括對水晶 麥倫 和能量上面 那現在我想讓大家看看 最後 月餅 我們的月餅 這是我們普通的焗的月餅 好像正常的月餅一樣 有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大家看看 未買的 不要買的 上來試吃 廣告雜誌 沒錯 又去到那個位置 現在我切給大家看 我們的正常月餅 好了 切 OK 大家留不留意到 是怎樣的 裡面 其實我老老實實 我真的飽到噴 但是 大家留意到 中間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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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下面有一層 是深黃色的 看到嗎 看到蛋黃 這是相同的 可以吃的 還有 大家可以 上來我們的店裡 試吃的 你試吃了 滿意 你覺得好吃的 你就先買 你先訂 還有我們 你訂了 你說你哪一天 選擇 我們即日做給你的 OK 就不是做定的 好了 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的冰皮月餅 這是黑芝麻 我切開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留意到 裡面 看到嗎 這個比較軟 看到嗎 裡面 有我們自己 新鮮做的 黑芝麻醬 還有果仁 果仁 我們是用海鹽焦糖炒過的 OK 很好味的 都是那句 上來試了先 覺得好吃的 你先買 都未遲 OK 好嗎 既然上來 就檢查麥倫 看看自己的身體狀況 好嗎 順便跟阿姐 聊聊聊天 多問她 多點關於 水晶 聲音治療 OK 麥倫是甚麼回事 OK 我們接下來 的主題 我們會講很多麥倫 終於講麥倫了 OK 今天 這個節目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 平時多點說 那四句話 心裡面可以說的 OK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Thank you I love you 就是對不起 請原諒我 我愛你 多謝你 尤其對於 你生命裡面的困難 OK 譬如 你的戶口 你發覺永遠都存不到錢 你就對著你的戶口說 我說真的 譬如 你有個長輩 有家人過了身 你覺得你對他有虧欠 你對他不夠好 看著他的照片說 OK 你身體上面有些位置不好 你對著部位說 誠心地說 因為這個 其實我們感受到的一切 都是我們自己的潛意識 我們的program的投射 OK 好嗎 那就上來試月餅吧 大家 拜拜